记者蔡文居台南报道,民进党台南市长初选已落幕,但初选时所爆发的简讯门争议,今天继续在台南市议会延烧,包括蓝、绿级无党籍议员均提出质询,质疑是政府没有说清楚,初选挺陈廷飞的民进党议员蔡旺权表示,这并非要追究责任,而是台湾要成为真正民主法治的国家, 必须厘清是否用到公家资源及行政不中立的问题,这民主政治的一条红线不能逾越。 今年2月,民进党市长初选期间,当时的参选人,前立委李俊逸,公布该则简讯,只有支持者收到对手立委黄伟哲阵营的拉票简讯,竟然发送号码与市政府有关,质疑涉嫌公器私用, 事后,民进党市议员吕唯印自称是他发的,他是管理人之一,费用也是他付的。 今天,市议会进行文化局及新闻处业务报告及质询,包括民进党议员陈宜珍,蔡旺权,赖会员及国民党议员林彦柱, 洪玉凤,王家珍,卢昆福,蔡玉辉,武党籍议员赵昆源等人均对简讯门争议提出质询。 蔡旺权表示,翻走过必留下痕迹,这涉及公司不分,行政是否中立的问题,这是一条红线, 未来不管谁掌握行政资源,有无严守行政中立,这个大原则一定要建立, 但经过三个礼拜都还没有答案,明显致市政府与行政部中立的泥闹之中,令人匪夷所思,市民绝对无法接。 社工部门遭人私心私用 陈宜珍,赖会员则说,有手机内容显示,此简讯发送号码至少自2013年起, 接发送与时任台南市长赖清德相关的资讯, 但新闻处从未主动厘清此系统,此号码的管理人为何付费来源又是什么单位, 这件事情没厘清,会有后遗症。 新闻处长许淑芬表示,简讯不是市府发的,市府也一再要求各单位严守行政中立不要涉及党派竞争。 他强调,新闻处只发给媒体,市府也没发过这简讯,这是修建者自己设定,更改寄建者的名称,通讯软体常见这类使用方式。 至于议员询问,如果简讯是新闻处发的,要不要下台,许说没有问题。